现在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决赛的对局 是由孔杰九段对阵陈耀叶九段 那陈耀叶半决赛里战胜的是牛宇田 对 然后呢在八强赛中呢战胜的是王磊 他呢在本届这个威服防开杯呢扮演的是兽星杀手 因为在26号呢是王磊老师的生日 所以呢他在那天呢战胜了王磊老师 在今天上午呢27号呢是牛宇田的生日 然后他又战胜了牛宇田 所以呢 巧合 巧合 对 说他 这个有意思 他战胜后呢之后呢就说就很不好意思嘛 两个兽星都这个倒于他的手下 不过这个就我个人的经验啊 其实本身在生日这一天碰上比赛呢 这个概率并不是很高 可能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样子嘛 但是呢这个好像这一天的胜率一般都比较低 嗯 刘兴有一次阿汉同山杯一个大比赛 他赢过张许是他的生日啊 那个是不错 后来我好像很少听到身边有这个 就是高水平的棋手在重要的比赛里 过生日那天比赛赢的 这个好像听到他很少 也挺奇怪的 至于为什么是我肯定是说不出来 但是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吧 只能说是 嗯 我们来看这盘棋吧 好 刚才如果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 其实我们会了解啊 孔杰的状态确实不错 上一盘棋呢 应该说也是兵部雪刃吧 有英俄古灵异 是 那这盘棋呢 陈阳叶孔杰他们都彼此非常熟悉了 都是这个北京中信北京队的这个队友 很多年了啊 就今年我跟他们也是队友 是 这个讲他们的棋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这两位棋手水平都很高 嗯 毋庸置疑 陈阳叶的棋风呢 速度比较快 战斗力比较强 对 比较喜欢失控 对 比较喜欢失地 但是呢 最近他的棋也是多少有一些改变 就是该求稳的时候呢 也能够静下心来求稳啊 也可以做得到 相比于孔杰呢 我想陈阳叶的棋啊 多少在成熟的方面呢 还欠缺一点啊 有的时候他在这个 比如说最近一段 呃 成绩比较好的时候呢 那个棋下的会稍微有点偏软 嗯 其实很多棋手都有这种情况 嗯 这一段成绩不好 可能略实一试就足一点 下棋就要充劲多一些 啊 其实好的时候呢 就软一点 嗯 这个虽然说正常啊 但毕竟啊 我们看这是 现场的这个画面 嗯 这应该是 这是不是就是决赛的 啊 这个是在这个 应该是在华美达广场大酒店 嗯 举行的 那看来就是下午的决赛 就回到酒店里来下 对比较安静的 嗯 这次比赛呢 它分别在 何振良与奥林匹克陈列馆 然后离湖游船 我们也看到了 然后华美达广场大酒店举行 对 这个酒店我我去过真的很棒 就是也是我们微服 这个比赛 微服房开杯嘛 也是微服产业下的 一个一个酒店 嗯 是由华美达来管理 这个酒店的硬件设施 和环境啊 都非常的棒 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无锡的话 可以考虑住一下 而且呢 就这个比赛呢 在无锡呢 已经今年是第五届了 嗯 无锡呢 就是将这个赛事呢 亲力打造成一项 这个初具品牌的赛事 对对 这个 嗯 我也参加了好多届啊 这个比赛 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呢 这项比赛也得到了 就是无锡市政府和市委 领导的大力支持啊 围棋本身这个 确实从企业啊 从这个地方上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这形象比较健康 比较正面啊 嗯 尤其现在呢 中国围棋的这个成绩很好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优秀的棋手 就是他们的形象 都非常的好 这个确实是 那从我们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支持企业的地方和支持维棋的企业和地方 是 而且呢 就是这个比赛呢 在这比赛期间呢 国手们还将在18弯高尔夫练习场的与业余棋手进行多面打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 开展的非常的好 对 也是惯例 我也在那个很多次 也是惯例 这个比赛确实让棋手感觉非常的舒服 嗯 也让这个当地的棋友们呢 就是有很好的机会 来跟职业棋手呢 进行零距离的接触 这是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对 在前四届的这个比赛中呢 而且孔杰在第二届获得了这个比赛的冠军 那也不容易 这个比赛都很强 能拿冠军也很不容易 我们还要来看棋吧 好 嗯 前一页的黑棋 青小木队二连星 嗯 对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的布局下的比较简单 直接就挂进来 对 主要的是这个 然后飞 嗯 一上来呢 大家也就摆一个比较简单的定区 就直接尖了 让他拆二 这个确实跟胜负也没什么大关系 只不过这个 这个布局会没得太简单了 简单的到我们没有什么好去评论他的啊 你这一上来找个地方一挂脚 确实 确实没什么说的 嗯 那白棋当然也要挂脚了 有这个机会可以挂脚 嗯 黑棋监工 这个一般来说都不太肯监了 我觉得监一个太慢了 对 这个就太太普通了 下的 下的 下的很正常 嗯 后面我们要讲的变化呢 确实比较有比较有趣啊 它实在是非 对 尝一下 嗯 之后 点一个 这个点呢 是在引筋吧 嗯 是这个为了脚上这个拖三三做准备 对 我们围绕这个点和这个拖呢 其实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很多的地方可以讲 首先啊我们明确了就是陈寅刚才说的这个点呢大家可以挤一秒挡这个是必然的嗯 然后再拖 陈寅说是引针那这个引针为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摆一下 充这档次然后再冲 在这边直接冲断 嗯 直接冲断已经只有粘了嗯 然后这个对这个针子我们说的当初的这个点是为了引针就是可以看到是这个针子嗯 这个这个针子 但这个很明确了点一个是为了引针那现在马上就面临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点 如果不点这个啊是不是可以拖进来这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如果不点形成这样了那肯定要被这个黑器跑出来那这个图先确认了不行 不行这肯定不行因为你现在再点的话人家不离了人家继续长了嗯 这边损失太大这肯定不行 我们回到这个原始的局面 好那如果不点直接拖的话黑器冲了冲白器怎么应呢 对首先我们得强调一点啊这个点还是有点损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点 因为本身这边是白器的心嘛 如果这里有紫的话将来有这个二路点啊 或者碰进来的手段 这个一点呢 原本存在的这些手段这些可能性就全都没有了 所以不想点 那当然如果不做这个交换也能拖进来那就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对这边不用损然后这边呢同样能达到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黑器呢还是要下这个 好冲了 黑器肯定还是这么下 嗯 白器冲也是必须的 冲完了以后呢 现在显然从这个地方要开始一些变化了 对你要再断人家粘就就没什么没什么戏好唱了 要先挡一下 那黑器阿鲁打吃 对黑器阿鲁打 黑器阿鲁打白器呢有这个变化 白器可以立 立 那黑器粘上 黑器只有粘 白器拐吃 那我再吃了肠出来 如果是吃了肠的话呢 他一虎这个土白器到不怎么担心 那不算太担心 嗯 那黑器这时候比较凶一点的可以断 这断白器不好办 断掉那白器就吃了 吃那这个被蒸掉了 这时候这样被蒸掉了 这三个子被蒸的跑不了还是有点痛苦 那这个时候这个饮蒸就不管用了是吧 饮蒸反正这边损失比较大 嗯 如果他真怕你饮蒸他就藏在这 其实你也不太会跑这三个子 下一手他这个搂打都是先手 嗯 你再拐他连扳起来 这个确实比较可怕 白器这个图肯定不行 这个图不行 大家记住了 然后我们看下到这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不能下 还不一定 这个大戏才刚刚开始 吃的时候呢 白器可以压这个 压这个 压这个挺高的 这手机 我想如果粘上呢 我们粘上会比较复杂 嗯 我们先看那个 如果你尝 这个最简单 黑器中继 黑器中继的度 然后它再立 嗯 还是只有粘 那等于说是白被短了一下 还是下成这样以后呢 这个现在断不了了 这个压一个高 高就高在这儿了 你断现在这个蒸啊 正好白器蒸最有力 起油门在底下可以自己顺着数一下 下一招还是断不了了 断不了那只能退出来 只能退出来才再一虎 好 这个图形成跟我们刚才那个说的差不多 白器呢 活了一个大角 然后加上外围 这个也比较厚 对 这个白器可以满意的 这个 这个也不行 对 如果能被拐到一下的话 那白器就便宜了 那黑器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吗 这个贴的时候呢 黑器只有粘 那这个粘其实白器啊也不一定怕白器立 现在黑器就只有吃这个了 对 吃的时候呢白器可以先立一下 这个挺高的 立一下你只有接着吃 嗯 这些变化呢大家看近处的啊 其实也都是一些必然性的变化 对 然后铺成大头鬼 然后再吃 嗯 然后粘上 粘上完了以后呢 白器这先搬两下比较愉快 拐一个 搬得长 你还是得爬 你你现在如果回过头去吃我这四个肯定不行 嗯 这个被新手拐住了 还是得爬 那这个先便宜两下以后呢 白器可以回过头来跳这个 这跳黑器也很麻烦 很烦恼 黑器这个时候又不能过 如果过的话好像脚让这个白器就有活气了 但他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 白器虎还是先手 你还得回去 这样的话人家这边已经便宜几条了 嗯 这个大后市放在这再打入你这个 黑器也也不太好办 黑器不得 就二路上爬了一堆 嗯 也不好办 他黑器可能要拖 这个时候黑器要拖 嗯 因为你如果要走别的路过的话 他他这两个都先手 他就快活了已经 对 嗯 你拖他扳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吃 哦 打吃他还能力一下 能力 但这时候他还可以拐 吃他接上 那这个脚上这个白器也留有一个火器 对 对这个这个也很很难办 看上去黑器还是挺危险的 现在不能搬 搬他一断完了以后这个跑不了 哦 还是要长 嗯 那长他再爬的时候白器可以搬住 那这里面的对杀 对 对 这里面的对杀是一个打结 但是 这个确实黑器很危险 其实 就我的研究啊 这个应该不用点 我可以就摆了这些变化以后呢 我告诉大家我的一个结论 直接就可以投进三张 对这个跟真子啊 关系不是特别大 应该说跟真子有关系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在于黑器刚才这个断能不能断掉 就是白器有这个冲了先度一下 然后再冲了一拐啊 有这个手段呢 应该说可以先不用点对 可能孔杰啊 没有花时间在这个地方进行研究 这也正常 这也正常真的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花时间对 花时间多的一方面 孔杰他花时间的地方 他想想明白的地方 我一点都不懂 这个 多了 肯定不只是一处两处 这个地方呢 后面还有很多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再摆了 没有时间了啊 总之我的结论是 那个可以先不用点 对 毕竟先点一个呢 还是先亏了 有点损 不太看 那这个变化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 我们再再回过头来 把开始的这几手棋再说一遍 嗯 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其实后面的图呢 都是都是一 没有变化的 担心到啊 就是再冲的时候呢 白旗争子不立 白旗现在先冲 这个次去要记住先冲 再挡 挡二路 先冲再挡 这个黑旗没有选择 只有吃进来 然后呢 白旗先别着急立着一下 这个是关键 先管一下 看黑旗是长还是沾 如果长的话 变化就比较简单了 白旗再立完了再吃 那这个图呢 需要 就是白旗在下这个图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还是跟蒸子有关系 只不过呢 蒸子就变成了是 白旗从这边去蒸黑旗 那么能蒸的表 对 等你摘上走完了打湿一下以后 黑旗有可能断内 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嗯 好 我们看他的实战 他实战呢 确实由于没有在这儿有很深的研究啊 嗯 白旗呢 为了减少这个复杂的变化 为了减少这个危险性啊 先点一个再拖 先点一个再拖 这个呢 确实就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了 没有什么变化了 嗯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 黑旗这个没办法 对 黑旗只有这么多 然后白旗也贴回来 然后再挂脚 嗯 这个时候冲力一下 然后再尖 嗯 对 这个点呢 稍损 多少还是稍微损了一点 嗯 挑 挑一个 立下 这个立可以省略吗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这个打入是不是也挺大的 或者尖中 嗯 还是打 这个确实也不能说完全不能省略 但是你在这选点的时候被他先扳一下啊 你是立还是连扳就有可能要面临一个小小的选择 你要是连扳的话呢 他打了一瞻 这个地方断没有了 嗯 那你要是立的话呢 将来人家这个小跳可能还是先手 就是 黑旗在这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去欺负白旗 白旗的木呢 就非常的可怜了 就剩一点点 嗯 而且这个立完了以后呢 黑旗这个整体的外饰啊 它显得还是 不能说很厚 不能说很厚 嗯 刚才那个斑在这的话呢 就整体的外饰还带着眼 啊 那个就比较厚了 这手旗还是 一般都都要走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定式呢 是跳完之后就立的 那我觉得这个跳呢 对于白旗又没有死活关系 嗯 白旗是不是给拖先 先走了 嗯 未必是决先 未必是决先 但是在周围 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选点呢 嗯 这么一个情况下呢 大多数骑手都还是会选择这个 都会选择力 这个力呢 还是比挂脚啊 手脚这些都要大 要大 这个可以说是极左 嗯 基本上要走 嗯 现在黑旗飞回来 对 这个是眼见的好点 是确实是要走的 嗯 然后白旗靠 然后再把这压回来 对 这样的话 其实 嗯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 如果说现在下成这样 像这样 应该说也还算是正常的一个布局吧 嗯 现在轮白旗下呢 白旗 会想 会动脑子的选点啊 所以是这两点 对这两点挂在什么位置还想不通 暂时还没想明白 可能挂这个也是不错的选点 应该也可以啊 但是由于呢 这个已经点了一下了 这个已经点了一下 现在如果不走回来的话 有点不好意思 好 被人跳出来的话 这个就损了 对如果被人跳出来的话 这个就损的还挺多的 损的还挺多的 因为一点用都没有 将来涉及到一些关子的层面 可能还会有吃亏的一个 潜在的威胁 但是呢 不管怎么讲 从这个情况下来看 现在来点了靠啊 不着急 对 不是现在就是必须要下点 嗯 一是不着急 二呢 其实就算黑旗跟的硬 这几手棋也未减的便宜 嗯 因为你不走的话 人家黑旗冲出来啊 这手棋 嗯 跟没走也差不太多 其实 其实黑旗可能就应该差 如果我下的话 可能就跟着差 就跟着硬 嗯 那白旗总不能再走 白旗总要挂脚 不能再沾吧 虽然这有冲了大吃 对 但总体来说呢 确实这个 先点一下 有吃亏的层面在里面 这也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 为什么不肯点啊 为什么要在这里 宁肯冒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风险呢 也还是要去拼这一下 就是不点的一下啊 这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 他实战是 黑旗是拆这边 黑旗想在这脱先了 这个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 也挺好的 对 他是先拆 然后白旗就非常稳当的 就挡在一边 这个大 这个太大 这个挡完了以后呢 嗯 白旗的拾木旗确保 而且呢变厚了 不用向中央去逃跑了 嗯 这样之后的一个前 嗯 在一个后的前提下 这个将来拼命的打入啊 就有可能 因为我们说了 这边的后势 它还是有一些借用的 嗯 不能说这个外势 不能说铁后 所以这个打入是存在的 如果一旦被黑旗爬进来的话呢 这块旗本身的眼位就不充分了 因为你搬的时候 人家还有这种二度透点啊 他一旦向外要逃窜的时候 那这边的这边的这个种种手段也是不可能再变进了 那我如果在这边靠压两个可以做活吗 嗯 因为我想如果想让这两个字有用的话 必须要白旗要挂到这儿 这两个字可能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如果被黑旗爬过来呢 这两个字好像这个作用就小了 对但是很难操作 很难操作 这个还是可以把它归类于普通的大厂 这个挡呢 急锁 嗯 又有空又关系到后包 这还是太大了 这个必须要下 嗯 这个挡住呢 就被黑旗就脱先了 黑旗就守到了这个角 嗯 应该说下到现在呢 从视觉上来看啊 黑旗布局的速度挺快 嗯 但是呢也不可忽视 其实白旗这两个角挺大的 这个角大概有十三四木 就把这个折半啊 加那个十木加那个十木 就是其实三块旗加起来也有三十五木旗 很厚的三十五木旗 嗯 而黑旗的木呢 这个地方 这个毕竟离后是有点近啊 这个字 位置不是很好 嗯 因为这边的空呢 也没有完全定型 所以从实控的角度来讲啊 黑旗还是不太乐观的 啊 主要看外围的这个发展能做到多大 嗯 整体形式还是 还是差不多吧 对 白旗比较扎实 黑旗呢 有发展潜力 嗯 然后现在虎一个 对这个虎 虎一般来说也有单力的 单力的话不就是 对 眼见的就亏了 嗯 对 它实际上这个挖端选择还是正确的 嗯 有点针牵手 挖章之后白旗挡下来 嗯 这样的话白旗的实控进一步增加了 那块角已经有 是 已经将近二十目起了 嗯 二十三十加这个四十五目起了 现在实控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啊 就是看黑旗 黑旗的外围有多大的钱 如何扩张 嗯 那这个地方有点不明白 黑旗为什么不打一下呢 这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打是怕别人反打是吗 那或者是打一个早晚都是他的呀 打他可能怕别人反打 嗯 如果如果白旗沾了的话 黑旗其实多便宜 这样 那这几手去交换啊 实际上从实际上来说是划算的 嗯 因为这个加是先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将来外面还可以点 还有这种先手 其实从实控的角度来说是划算的 这个将来打吃也基本上不太跑得了 嗯 再拆个二其实也挺好 他后来没下呢 就有可能下不到了 以后再打吃就不一定是先手了 就是外面如果战斗起来 再打吃基本上就走不着了 哦 那这个打吃我觉得什么时候走 好像白旗都要硬 不然被提掉 对对对 被提掉太大了 就打吃的时候白旗也不能沾 如果沾上的话呢 黑旗再拖先就 也便宜了 好 他没走 他手脚 嗯 那手脚也很大 刚才那个骨锁完了 可能就只有拆二了 嗯 确实也有痛苦的地方 嗯 嗯 嗯 然后黑旗再掉一个 嗯 这个 掉一个 如果白旗没的话 他再一飞过来 他自己这边很大 如果他肩出来 他又靠下来 是不是这么想 嗯 可能吧 不过这个时候确实是 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现在让 让我们去做一个悬点 比较难的地方 这样自己单单纯回去唯控 应该不太好 对 因为这边白旗往上走 架势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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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这边走 其实可以理解 那是不是回来一路更好一点 那这个就不好来判断了 回来一路如果他也肯跟他走的话 这个字 比放在这儿应该更好一点 就是 再到他 对 再到他后来实战的去去下的话呢 白旗在这边的出头更辛苦一些 不是 不是那么舒服 嗯 那他也有可能有所担心吧 是不是担心正在这儿 人家就不理了 别人会从这边走 会不会担心这个 这样的话 他这个手段没有这个厉害 这个有点难 是 这个地方比较 不太容易完全按你的心愿 就是走成那些变化 好 所以他想在这边呢 争得一个先手 嗯 然后赶快来扩张 哎呀 白旗其实就这么硬 看上去 黑旗也是 还是挺舒服的啊 这时候他可以吃啊 这时候为什么还是不肯吃这一下呢 吃了一下 我觉得现在白旗的选择 也挺痛苦的 其实 还是只有饭吃 还是只有饭吃 那饭吃毕竟在这个过程中 黑旗先收获了很多实体 这个 这个粘为什么就不肯呢 粘上的话 现在白旗粘 黑旗可能直接就退出来了 这个外面的作战啊 白旗的前景是不妙的 就你这两个子现在跑不跑 不跑 如果不跑的话 将来这个潜力就直接属于黑旗 那还是太大了 如果你要马上粘出来跑的话呢 这个外面的作战 前景黑旗是非常乐观的 嗯 黑旗的子都在外面 对 他还是会吃 还是会吃 其实这个要是我下的话 可能先把这个子提掉了 实控上先先收获一笔 算了 那或许他担心 如果这几个交换完之后 白旗再掉它这边的时候 这边既然下后轮那边进去 那什么就不容易更了呢 嗯 这样下的话 其实这两个子也挺轻的 你可以这么看 这个本身 白旗的这个幅度也一般 对 掉到肯定还便宜 这掉到两下应该很便宜 加尾你要是真硬起来 要吃我这两个 我也挺轻的 现在白旗 黑旗就这么 得走一个呗 嗯 也可以 其实 嗯 黑旗这个地方 能够抵挡 就是这个诱惑 我要我的话 可能 嗯 先现实的实地 先吃上去 对 黑旗刚才陈琳提的一句 可能以为他会走这个 嗯 那走这个的话呢 被坚冲一下不舒服 这个被坚冲 这边的后市全都没用了 哦 要想吃它是不是不太现实啊 是怎么分断了 吃它 那不太现实 这个空间太大了 怎么吃啊 你只要在这贴一圈以后呢 这个全都贴到白旗的后市上 嗯 这一排黑旗的贴没有意义 对 这一排效率很低 如果拿不住它的话 那这个就轻松的被它破坏掉 对 在这个时候呢 黑旗面临一个选择 黑旗还是要封这边的口 来阻止它这个尖冲 啊 那封这边的话 那这边不是有一个明显的出头吗 对 所以很痛苦 当初选择的时候呢 在这个 这个有可能应该回来也就算了 嗯 你现在看如果能下成这样以后 再回过头来走 这边头也不好出 那就最理想 是 那现在这两手固然是掉到先手了 但是这边的口没有完全封住 这有点痛苦 嗯 它实在走的是这个 对 然后这边就被白旗飞出来 对 这手棋有点问题 这个 它的意图很明显啊 要封住这个口 来来张这边外面的形式 但这手棋呢 它应该往回一路 这个一定比走在这里好 这个子 靠近一路这边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白旗不会 白旗不会从这个里面去撞 对 这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 所以他走的这个呢 嗯 应该着重点啊 是放在这里 要扩张 就是这边的一个形式 如果将来这边发生什么战斗 你就顺势的把子走到外面 其实这边就慢慢围大 比这个要好得多 对 我觉得他这手棋 是不是想把这个口也给它封住 不让它出来 但实际上你就算走这个 白旗不会从这去出头的 白旗从这出头没有关系 你就继续围扑就完了 这边只要能围住 那这这边还有一个大厂 白旗从那走也是单关的 对 白旗其实无论黑旗围到哪 白旗都要想着 怎么扔进来 或者从这边飞出来的 嗯 其实我们后面啊 后面的进程就可以充分的来说明这一点 嗯 因为白旗现在肯定还是要从那出头 你这个两点都让黑旗走了 那不像话了 嗯 这太大了 对 白旗出头 后来黑旗在对付白旗这手棋的时候呢 选择的下法非常的强烈 手段用的很强硬 它是靠 就是强行的把这块扣围住 对 靠然后扳的时候就直接扭断 断掉 嗯 但这个扭断也是很强烈很很厉害的气啊 嗯 因为这两个子呢 白旗也不太能够去吃这两个子 如果是这样呢 这样啊 黑旗就普通的围 这应该说从对围的角度来说确实白旗不太够 对 黑旗还是明显大 嗯 甚至于这个时候拐头都可以 所以白旗肯定不会对围 那不管怎么说白旗现在要嗯 照孔杰的实战去选择 把这个子给制孤 给跑出来的话呢 那这个旗往回一路总是好的 对 对于这边的战斗会有好处 嗯 对他的压力也大一些 那这个子放在这儿 将来在回收为空的时候也好 也回收起来也容易 嗯 实战白旗打了接 对 他是直接就在里边就想活出来了 嗯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这个黑旗的方向是在这边要成空 嗯 白旗既然不准备跟他这个对围啊 所以白旗把方向走在这个方面是是正确的 好 黑旗在这边长了一个 嗯 那这时候为什么不封头呢 他说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吃白旗这块旗 因为我觉得白旗这么一跳跳就跑出来了 这样的话我最起码我觉得还追着他 没让他活 但是你这地方毕竟欠着 他以后冲完了打吃是先手 这个打吃也是先手 你这欠着断 哦 此生的味道不好 这边的空间又比较大 这个确实 没有把握吃 没有把握吃 而且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 因为打吃完了一飞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做出眼味了 他这个肠呢 他这个肠一方面是这个破坏白旗的眼味 嗯 一方面呢也是将来留着这个回收为空的余地 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个肠应该说还算可以理解的一手棋吧 嗯 可以理解一手棋 但是呢 从我们对未来作战的一个前景上的判断啊 想公白旗这几个子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这些子都离得太远了 外面的这些子离得有点远 而在这一个小范围里啊 小范围里啊 小环境里实际上还是白旗更厚一点 白旗的子离更多一点 嗯 现在白旗把这个退 然后他再飞过来 等于说是白旗也不是自己单纯的逃跑 反正我以为他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他可能在坚冲一下就飞出来了 就是单纯的逃跑 其实也未必不能下 但是呢 孔蝶这个下法确实要更积极一点 他对这个黑旗的薄位呢 看的更重一些 嗯 有的时候确实一个人跑 总是不如两个人一起跑 对 就是对于受工的一方来说 如果对方也有一块姑旗 陪着你一起往外逃跑的话呢 你这个下子的这个余地会更大 落子的余地会更大 嗯 由于他薄嘛 那大家都是相对的 他厚你就薄 如果他也跟着你一起 薄的话 起码你就没有那么薄 所以这样想拽着黑旗一块跑 对 这个时候尖冲是绝好点 如果现在这个字在这的话 其实白旗这个出头的点啊 还难选择呢 还挺难选的 跳这个 跳的话这地方有一靠 明显有一靠 靠的一顶就直接要断了 那就跳小的 跳小的呢 黑旗总好的 嗯 现在这个给白旗一个绝好的尖冲的点 确实 嗯 看上去黑旗的作战呢 有一些困难 白旗的作活空间比较大 嗯 黑旗如果现在还是一门心思想去猛攻白旗这几个字 嗯 可能就就很难实现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贴了一个 让他一跳 嗯 现在我想黑旗是不是应该 在考虑一些能不能够早点回头去唯控的道路了 但现在被白旗这一飞他还不活 对那现在肯定还不是实际啊 他先靠了一下 拿法长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机会了呢 比如说现在就就回去唯控呢 这手机价值还是很大 非常大 这手机唯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十十五 三十多 不止 数到这有四十二目了 哦四十多目 如果这个底下也能围住的话 就五十六十目起实控肯定是有的 六十目 刚才我们说这两个脚差不多是有二十五目 二十五目稍微不到一点 三十五四十五 白旗也有五十六目 那黑旗六十目并不占优 而且还是他围上了前提下 但是我也只点了十目 我如果围的更多的话 也有可能能到二十五三十五 但是确实这样 马上回头去唯控 形式并不见得好 并不见得好 现在这个形状在什么地方 有点头疼 怎么破眼呢 他压这个的时候呢 被人家挖一下 对他肯定期待人家跟着长 人家跟着长的话 他可能在想 是不是就准备这么下 就搬了打了 将来这个刺是牵手 体也是牵手 就直接还是猛攻白旗这块旗 我估计这可能是黑旗的 比较理想化的一个如意算盘吧 可以说是 那实战确实孔杰这个地方挺敏锐的 现在虽然白旗看上去是一个被动被攻的一个形状 但是这个一挖 一下黑旗的薄味也出来了 黑旗看上去也挺薄的 被白旗整形了 黑旗尝到着 黑旗打只粘住的话呢 那你得选择补一个 但是补的话呢 这个地方它就直接跳进来 这边你也挺薄的 然后尝一下这个地方不是还可以搬了咋的 现在尝 它可能就不老老实实沾了 可能会下这样的气 在这个地方就要白眼了 也有可能 确实这个地方 白旗很厚 怎么撞也关系不大 我这个下法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 但是 估计它不会那么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硬 这个蛙确实敏锐 蛙的最大风险呢 来自于这个上面吃 就是能不能断掉它 对 它的最大风险来自于这里 如果吃它长 现在白旗长 估计黑旗要沾 黑旗沾白旗再推这个 这块黑旗应该也挺危险的 也很危险 黑旗确实也很危险 所以看上去这个图呢 白旗并不怕 那这个蛙就是说 黑旗并不太好下 实际上从这长 当然白旗也不能这么硬 这个被扳死太大了 白旗如果选择退的话呢 跟刚才差不多 它实际选择的是扳 这个扳就更紧凑一点 因为你现在有的这个肠啊 你现在如果再回过头从这吃 黑旗吃白旗不见得马上肠 对它可能先虎 或者先贴这个 从这边去找形状 所以呢 它肠完了以后还是从这去吃 然后白旗沾上 然后它再冲一个 嗯 再冲它也沾上 这个地方并不怕 黑旗去冲断吃这三个子 这三个子还是小 对黑旗要走的话 是不是也在这边围 也不肯去吃这个 对吃这三个子 从物数的角度来说呢 远远不如我们刚才那个围住的空大 但是现在呢 黑旗如果不吃这三个子 就得在外面不断有点讨厌 他现在选择的是 长在外面 但是以后白旗在这边走旗 这个外面还是挺薄的 现在白旗呢 跟着贴 对黑旗虽然这有断点 但是这边有个后门 可能暂时也不怕 现在这个段被它打死了 那这边的段一时半会儿还不存在 可是呢 由于白旗这多了几个子啊 白旗现在就是再往下的这个制孤啊 看上去难度不会太大 因为现在白旗 它的要求不高 别死 对活了就行 而且只要不死 它的活啊 肯定是就是做眼 肯定是做到黑旗空里的 嗯 你看这边黑旗要为空 这边黑旗要为空 但是白旗找眼 肯定也只能去这个环节上去找 对去那边找 这边不过黑旗抢了几个 还算是有收获 因为把这边的空可以为结实了 但是毕竟这个面啊 对这边的面没什么太大用处 白旗这已经火铁了 嗯 这个面没什么用处 现在白旗只要一门仙子做活这个就行 他靠这个啊 这个确实是好旗 看上去确实是好旗 你这手旗一下应该已经不太恢复了 黑旗应该只能扳断了 只能扳 因为这边太厚了 你不扳人家就连回来了 断 然后再打斥 嗯 这个黑旗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对付这个靠 你要扳人家直接长就回来了 嗯 就是这样想 然后再粘一下 这个飞点很连贯的手段 挡住 嗯 吃一下 嗯 就这个吃 然后再粘上 你得吃一下也不知道好不好 想走重它呗 嗯 一会儿你可以夹死 那现在人家就硬了 其实如果你要这时候下单粘 单粘估计白旗就下来了 对 你要是这时候再吃 然后它就活到那边了 再吃不好吃了 这样人家这个顶还有鲜手味道 它就活到这边了 嗯 但是你现在走人家就把这救回来了 这拐吃一下确实也有亏的地方 嗯 那这一系列白旗下的很好啊 黑旗看上去没有什么反击的这么一个一个可能性 现在黑旗还得这么往回连 对白旗就顺顺就做眼 对 这种地方自己从二度往回连啊 其实是比较痛苦的 白旗跟的硬 这个眼很快就做出来了 然后 翻一下 这也不能开结 你要退的话人家直接就做结了 外面这个断的全是结材 嗯 只有很委屈的沾上 然后它一火就活了 沾上一火 嗯 这个明显火了 因为下一手这个团啊 这个团的做是半只眼 这个地方有半只眼 嗯 等于是已经活了 对 那从这个顶来开始呢 我们似乎看不出黑旗有什么很好的反击手段 对 已经吃不着它了 因为白旗的每一手其实全都是 全都是好像有点像命令型的下法 嗯 只能这么跟着硬 而且最后一手期 捕活捕到这儿 顺势还把这三个子救了回来 这个收获非常大 让黑旗的外面呢 变得还有一些薄 对 还有一些借用 嗯 然后黑旗现在加一个开始收官了 这有问题 这还是要吃 因为他家他想的太 他想的太美了 就是如果人家跟着硬的话 他就不见得要吃这个 嗯 但现在确实白旗要捕到这儿 这孔杰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敏锐 黑旗这个一定还是要吃掉 这个不吃掉 被白旗一手机补在这儿 这个形式应该就非常不乐观了 我们再摆一些大关子以后呢 再来做具体的形式判断 好 现在飞 飞一个 白旗这个靠的定型相当也不错 嗯 然后再拖这个 嗯 挡住 这个拖退 这个拖退 拖退和尖一个那个便宜 如果就尖一个挡 因为尖一个它是先手的 但是它如果拖的话 它刚才应该先拖 黑旗这地方应该先拖 先拖 如果它扳的话就不是退了 就夹上面好 哦 夹上面如果它顶着吃掉的话呢 黑旗可以围着这个地方 由于你没有这个子 你这手棋步子大不了 它就把这个封住 这个地方的母很大 你现在没有这个子 你外面身 腿伸得太大你不敢 那它只能粘上是吧 粘上的话 其实我等会还是可以吃 这一吃你挺痛苦的 这边 可能虎一个好 对虎一个好 那这样的话 你就别加这些了 就就直接为这个地方 孔炉不能围住 似乎要比实战好 所以黑旗在这个地方呢 收官呢 收的肯定是挺有问题的 收的挺有问题的 这个加并不大 这个加本身跟这个虎交换呢 就就难讲是谁大 谁好啊 虽然你可以有这个度回来的 这么一个权力 但是本身这个虎 对上面的影响非常 价值非常的大 而且呢 白旗多了这个字以后啊 黑旗这一排啊 中央唯控的这个潜力 慢慢的就没有了 多了这个字以后 黑旗就只能选择这种脱退 然后这一排子 这个效率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 然后它就脱退 对 然后白旗是 然后白旗是 好 帮 嗯 虎一个 写手 冲 冲 冲一下 对冲了 断掉了 这个地方还 还有旗下吗 总感觉这个地方已经 黑旗已经铜墙铁壁了 在这个地方白旗竟然还有想法 他主要问你的应手 这确实有点难办 你现在如果从外面吃 嗯 还尝进来以后呢 我就贴住 对这个地方你要看啊 白旗这等于有一个子 我现在这个子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这等于有一个子 对我只能退 这个你只能印在这 那它这边呢 断掉啊 拐冲这个味道非常的坏 其实 你看实在就是这么下的 它现在断 它现在断 吃了一贴 对 断一个它就炒 完了这个拐冲啊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如果是一出席的话 黑旗就全没东西了 好 本来觉得这个黑旗是后市啊 没想到这个地方还 还能有断 看来这是胜负最关键的地方 黑旗其实刚才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这个地方 有很多机会 就是可以把子走到外面 对 把子走到外面实际上 不仅价值它 而且间接着这个 把这边的空给走结实 对 还补了自己的毛病 现在的问题大了 这个被一断 啊 再一冲的时候 挡不住了 那怎么办啊 那这期完蛋了 这期就 一下本来这块最大的 空被白旗给穿漏了 啊 我们现在这样 回过头呢 在这个 这个时候判断一下形式 就是这个加已经加了啊 现在别脱退了 现在别脱退 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吧 这个地方怎么 外面走一个吧 外面走一个应该能够间接的防一下 是 或者你刚才冲的时候 退一个呢 那他还有C次 这空就越来越小了 对 第一步一缩 后面的空就 就变得很有水分了 没不住了 嗯 这块有个三十四十四十二 其实 黑旗也有六十七八目啊 六十七八 那白旗呢 这块是十 十 十目不止白旗 嗯 十目稍微多一点 白旗差不多六十五起 应该说还是有的收啊 对 还是挺挺有的收的 可能白旗稍微好一点吧 轮到白旗下 白旗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样的话啊 差距很小 很细 对 毕竟还有翻盘的机会 有有有 这个胜负太早了 他实际上那个脱退 等于这个关子啊 这个关子的首先收的 就不一定正确 就不一定是最大的 其次呢 人家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个很薄啊 人家白旗越来越厚了 对 就这个地方就直接就出起了 你很薄 气也很紧 这人一敞直接就出起了 断一下 这个防不住了已经 好 再一冲 只能退 只能退 那是不是还不如挡呢 挡的话他就挡吃 我干脆摞完包以后 从这拐冲 这是不是还好一点 我拐冲 我要跑了啊 这个还很危险 这一跑的话 上面危险 嗯 那这个图也不行 那就是说这个旗被白旗这一先冻住 黑旗已经不太行 已经不太好 嗯 断一下 断 那吃这个行吗 吃这个 吃这个 人家还是要跑 他等于一跑 你这个上面就要死啊 嗯 那这等于全都是面积型 还是只能下这个 然后再一冲 只能停 那怎么办 再一尝 哇这个被穿穿破了 这个怪不得 啊这个地方只能回首到这儿 然后这个空变成二线空 然后二路搬过 长一个 嗯 其实白旗下的还比较 比较普通的 白旗现在先顶是不是都有可能 白旗这时候估计怎么下都赢了 对 这个这个损失太大了 就黑旗输在这里 刚才这块空给黑旗点了三十多目吧 嗯 然后现在这个都变成二路空了 嗯 最主要是白旗自己的目很多啊 其实白旗这个下的下的不好 白旗应该先顶 靠完的时候应该先顶 先顶 先顶这时候他还不能挡 他只能退 不然这边就被搬进来了 对 然后其实应该这么下 这是正确的次序 这是正确的次序 他现在再走 顶人就可以挡在这儿了 嗯 但是呢 相对于黑旗的重大失误啊 白旗的这些旗 确实是小意思的 对 因为关系不大 黑旗先损了这么多 把这个空已经从 这是几线 五线六线的空 压缩成了这个 这个应该说胜负一分 现在白旗点在这儿也是好奇 你不不点的话被他走了 让他跳出来反击 嗯 冲 嗯 这个这个反击也很痛苦 被人断的时候 连吃都不敢吃 然后吃的时候就被一吃 从后面全都吃掉了 嗯 直接团回去 直接团 白旗这儿还可以尝一下 这时候孔洁下的是 手很硬啊 这个手非常的硬 哎 其实这个团是不是有点风险啊 这个团 团这个有风险啊 不是不是 他现在尝这个是不是有点风险啊 我觉得他就普通的补回来就好了 他尝这个 我突然间看到一个手段啊 这不知道是不是黑旗最后的机会 比如黑旗吃呢 沾上 吃完了挤呢 打这个 那我就跑 然后打吃 打掉吧 对 然后 你再补啊 你不补 对 或者我在想转换行不行 我先把这个贴出来 如果等你扑的时候再回 但是这个很 对于黑旗来说总是欢迎的 那你多打吃一下 对 我先好一点 先打吃然后再贴啊 那这样的话 黑旗是不是还有点机会啊 可能机会也不大 那这块鸡确实也活不了 嗯 这确实也活不了 那还是没有机会 那黑旗这样基本上就输了 基本上这个这个是最后的一个 有可能出现机会的地方 对 如果黑白旗再跟着硬的话 被黑旗这么走一下 黑旗也吃回来 对 这个白旗下的非常好啊 现在再一吹回来 这个 他说煎了 煎 那煎白旗还是先走了 煎完了还得挡回来 对 那现在白旗还是先手 再回过头收了个什么关子啊 再把这个走了 还没有 现在拿走个先手 然后再搬粘了 138 好 点一个对 辅一个 然后他就一搬粘 这个 这没有机会了 这其实最后输多了 嗯 最后这个旗到认输的时候 盘面差不多 盘面黑旗都要弱一点 那黑旗最主要的就是输在这儿了 对输在这儿 其实这个如果不脱退补一个的话 形势应该说还难讲 起码说还有机会吧 那黑旗主要的问题就是 这点让白旗确实活得太轻松了 那个时候走完了以后呢 白旗形势稍得好一点 黑旗可能有点急躁 然后马上这个家跟那个虎交换太早 这个是连续的问题手 这个地方 嗯 始终我就强调这地方 为什么不吃呢 这个很琢磨不透 对交换一下总是便宜的 最后是孔杰赢了 孔杰拿了冠军 对 他又一次拿了冠军 连拿了 不是连续 但是是在这个五届中拿了两届 对 也是不错 确实是延续了最近的良好状态 最后孔杰是中盘胜陈瑶也 夺得了这个威福防开杯 中国维基期望争霸赛的冠军 对 并且是获得了十万元的奖金 恭喜他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讲解就 就到这里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